中甲联赛第十九轮的比赛呢 这个周末将重燃战火 经过了将近一个月的这种修整期 各支球队呢 这个伤病的情况呢 得到了极大的这种缓解 而且呢 多数球队啊 在这个下窗隐员 那么在这段时间也得到了强化 那激战数方面磨合的更好 那么这个最后阶段的这种决战 那一定啊 会达到更为精彩 这个不管是冲超组的这些球队的比赛 还是要保级的球队 后面这十二轮比赛 场上都是要刀光见血的 所以说每一场比赛 各支球队呢 一定会是全力以赴 尤其是这一轮比赛 经过修整期回来 大家呢 都是这个志在意满 对于接下来这一轮的对手 都会有充分的这种战术准备 所以这场比赛呢 还要看看各支球队啊 如何来斗智斗勇 第一场比赛呢 就是辽宁铁人 在主场对南京城市 在之前的三场比赛 李金宇上任之后呢 是两胜一平 在主场连续拿下了 这个重庆和这个广西队 而与这个深海家庭会龙 也是占平 拿到七分 球队呢 一下子呢 保级的形势呢 是大大的缓解 对于球队来说呢 接下来的比赛 不仅仅是要保级 而且要更上一层楼 同时呢 球队要夯实目前的这种 基战术的这种训练 尤其是保持稳定的这种 基战术的发挥 这个更重要 所以说呢 这个球队呢 经过进一步的这种磨合之后 明年的这种冲超 可能是辽宁铁人 全面发力的一个关键期 那么这个 接下来的这十二轮的比赛 对辽宁铁人来说 是要把自己 目前的这种主力的框架 还有就是 更为成型的基战术 要打出来 通过实战 把它慢慢的强化起来 稳定发挥 比什么都重要 那么之前的一段时间呢 辽宁铁人因为这个 前场 入王卡洛斯和安宜恩呢 到底时间不长 所以说呢 很多的比赛呢 都是发挥的好一段 坏一段 那么八门一玉呢 在前场 也是因为这两个球员的到来 把它也彻底激活了 他的技术特点 也能很好地发挥 所以辽宁铁人呢 你看在这个比赛当中 如果这几个人 都能够完全地运动 运战起来 在运动战当中 去寻找配合 战术打得很成功 尤其是这个安宁 在右路这种突破 和内切 给对手造成压力很大 那么在左路这方面呢 一个是小将张家明 这个18岁的小将 很有这种前叉的意识 而且门前的嗅觉也不错 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洛卡罗斯 在中间 不管是包抄啊 还是这个 个人的拿球回座 他的能力呢 其实是很在先 就需要 如何有更多队友 围绕他 去把这个战术配合 三角区域的这种战术 给他打活了 更多的是 在进攻当中 要有适当的这种兵力的前差 不然的话 人太少 进攻的点太单一 还仍比对手防死 而南京城市呢 现在的球队在这个 下窗之后呢 球队其实也做了 很大的调整 原来金农夫时期啊 球队这个 内外援的情况 包括本土圈的这种提拔 在下窗做了很大的调整 一直想离队的 黄子豪 这个门将呢 也是这个 撤掉报名 到了预备队 包括前场啊 这个黄振飞 也撤掉了报名 那么现在呢 南京城市啊 应该说 提拔了更多的这种 十几二十岁的小将上来 那么 发比奥呢 更是想 是强化啊 自己的阵型战术 包括啊 围绕目前的这种阵容 去打比赛 那么前场啊 还要依靠这个 奥努埃部 那 同时呢 就是要发挥 杨克在左路和中路啊 这种传球的这种威胁 而南京城市呢 在这个足球阶比赛当中 连续两轮呢 是克掉了这个中超球队 也杀到了八强 那确实也是展现出啊 很好的这种这种斗志 球队呢 虽然说在中甲比赛当中 可能很难去冲超 但是呢 今年这个球队呢 在整体磨合当中 年轻队员的这种培养啊 可能是更重要 虽然说这个中甲比赛啊 没有冲超的这种可能 球队呢 我这比赛呢 也会全力以赴投入 但是南京城市啊 客场比赛的时候啊 总是我觉得进攻当中 显得不够坚决 那么这场比赛 在客场打辽宁铁人 南京城市呢 估计还是要这个 把节奏啊 按照自己的方向来打 而辽宁铁人更希望呢 是把这个对方引射出洞 然后在中场这个 逼抢当中啊 寻求快速反击机会 因为一个是他前场的这些队员啊 就个人能力比较强 第二个呢 是这个中长船的能力上面 你看这个杨健的长船 和这个帮门域啊 这种突破能力都比较强 所以说他希望把对方引出来 留出空间啊 全队在整体前压啊 看好辽宁铁人呢 这场在主场啊 这个这个 那么多球迷助威之下呢 球队能够接连 让保持不败啊 第二场比赛呢 云南育坤对广州 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的好看啊 首先两个球队的实力上 更强一些 而这个云南育坤 在前面的十场比赛当中 其实我觉得 除了这个黑龙并城这场比赛呢 因为场地原因 我觉得这个安德森呢 是做了一定的保留之外 更多的比赛 他在这个抢开局 包括这个一脚传球 迅速转移这方面 前场的高位逼抢方面 应该是整个啊 中甲当中 是这个独一档的 那么球队呢 已经是明确要在冲超 所以后面这十二轮比赛呢 一定是要踩紧油门 往前拱 主场对广州队啊 广州队这个球队呢 整体队员是比较年轻 包括外员 都是这二十二三岁的队员 很年轻 尤其阿里格尼亚 我觉得越打越好 他这个前场的嗅觉很灵敏 也是球队呢 意外之起 来到球队之后呢 对广州队帮助也很大 但是广州队呢 现在确实是这样的 球队呢 如果没有更好的这种 经济支撑 很难在中甲当中啊 这个更上一层楼 那么也同样呢 会让更多的球队的 年轻球员流失掉 回头想一想啊 这些年从恒大走失的 球员真的很多啊 我那天啊 初遇了这个统计了一下 去往中超的球队 中甲的球队 中夷的球队 甚至现在很多中冠的球队 加一块啊 能够一百好几十人 那这其中也有很多人 在中超的这种平台当中 都能够站稳脚跟 所以说 哎呀 没有稳定的这种 球队的这种上上的通道 所以年轻人呢 根本就留不住 你包括咱们大连 也是一样的 是吧 所以广州队呢 现在需要做的是 自己啊 一个要往上打 需要自己的努力 那赢得更多的这种赞助和关注 那明年有广州报上来了 这个竞争会更加的激烈 这场比赛呢 云南育坤 这个也是善于打地面 而现在高位中逼抢 两支球队呢 这个都善于打快 那我觉得云南育坤呢 这个立体性啊 更强一些 而且呢 前场啊 他这个队员啊 这个个人的这种能力上 首先是架着在权力整体的这种前压 那云南育坤 我觉得这场比赛啊 就会打得相对来说 既开放 是吧 又好看 进球不会少 看好云南育坤 主场啊 权力三分 佛山男士对苏鲁东吴的比赛呢 佛山因为这场比赛呢 他这个李伯文和马里奥呢 都停赛 那么球队呢 在主场作战的情况下 我觉得苏鲁东吴也不会 去有所保留 苏鲁东吴现在呢 这个士气正旺 而且呢 球队呢 是需要更进一步 在联赛当中 这段时间也是一波的连胜 除了输给这个大连队的比赛 其他的球队呢 这个六轮比赛 取得了无上胜利 也进到了前四的这场这种排名 那么在各方稳定的情况下 金大一当然希望球队呢 能够更进一步 这个前场的这种拼抢很积极 高位逼抢当中 反击呢 打得也是这个梁纳顿·西日瓦 让各球队呢 也见识到了 他现在有更多的搭档的情况下 我觉得苏鲁东吴啊 这场比赛在客场 不会保守 而现在会进攻当中 会打得这个更为急主动 看好苏鲁东吴不败 无锡无锅呢 这场比赛也不好打 那么在主场面对 广西聘光哈利奥的时候呢 整体实力呢 弱于对手 再加上球队的这种 前场小将张元书啊 也是停赛 所以说这场比赛呢 无锡无钩 相对来说啊 这场比赛我觉得 他还是要打自己的这种看家本事 在防守当中多做文章 通过自己的稳扎防守 那一组啊 这个能够在保击当中 拿到一分 而这个广西聘光哈利奥 这场比赛呢 关键的是他的中场核心 赫贝尔停赛 那么这个对前场乔瓦尼啊 对队友的这种支持上 可能会减弱很多 广西聘光哈利奥 要想去冲超 这场比赛是志在必得 面对防守更强的无锡无钩 那么球队呢 要有耐心 去围攻对方 我觉得更多的是啊 要把队友引出来 在中场去周旋 留有空间 乔瓦尼他们在前场 我觉得会更有机会 再一个呢 球帝新进的这个外员 罗德里克斯 也是速度健常 突破能力更强 是需要有空间的 怎么把队友引出来 可能会更好一些 更有耐心 光西聘光哈利奥 才会赢得这场比赛 那么江西卢山 对重庆同长龙的比赛呢 不用讲啊 这场比赛 两个对球帝 实力差距是比较大 那么重庆同长龙 经过这段时间的修整 我觉得之前联赛当中 这个连续多轮不胜的 这种情况 从先从球员的系列上 会释放掉 第二个呢 五级棋来到球队之后 那么前场的战术组合当中 会通过这段时间的 这种训练 让大家的默契感会更好 那么球队整体的进攻 我觉得首先 内足一两个边 要打得快打得开 再一个就是 把五级棋 他的这个支点作用 充分发挥出来 把他的身高 优势发挥出来 那么项羽旺围绕 他两边的这种力部 然后去游异 让后面的队员跟进 你看肖坤呢 来到之后 我觉得也解放了黄熙阳 现在需要做的是 让黄熙阳跟肖坤 能够共存在中场 那么一个主攻多一些 一个呢 是整体的衔接和拦截 做的多一些 那么这样的话 球队呢 会更好一些 那么前段时间 连续不赢的时候 球队的后防出了问题 就是体能不支 在对方连续冲击的情况下 那么前场队员回不来的时候 这个赵和静和安德里 叶维奇 都出现了很多时候 这个一对一的情况下 就有一点就跟不上了 那么经过修整 体能又回来了 满血的状态 那么球队的整个后防线 我相信会做得更好 所以重庆团阳龙这场比赛 会反客为主 打得更服激情 我相信重庆团阳龙这场比赛 进球可能都在三个以上 那么延边龙顶 对上海嘉宁慧龙这场比赛呢 其实不太好看 首先呢 上海嘉宁慧龙 防守是他的强项 尤其客场作战 这个球队呢 三条线在防守当中 他是在扎进了一把 去和对方纠缠 把对方整个进攻 会肢解得很厉害 尤其对对方的 这种重点人物的这种盯防 甚至甲防 做得是非常的到位 延边龙顶呢 这个赛季呢 已经是两次换帅 那么中间呢 引进了这个一般 确实表现的很一般 六场比赛 两平四复啊 延边直接就摁到了这个保机区了 那么重新回到了 请韩国教练的这个道路上 我觉得李继衡到来之后呢 还会走 球队原来这种战术特点 走和金凤吉 几乎相似的 这个韩国足球的这种风格 利用身体 强化对抗 让这个打得简练快速 一个是中场这块啊 我觉得这个 首先衣卧这个点 需要更多人去支持 而且呢 左右要有更多的接应点 再一个呢 就是前场这块 罗南这个点 他有很好的种强点意识 包括这个投球的冲击力 关键是两个边路的这种传中球 要第一时间传到位 延边这场比赛呢 在主场 这个延边是比较善于打主场球的 所以这场比赛呢 他需要做的是啊 这个一 要把对方啊 这个周旋当中的时候 适当的往前提一提 主动示弱一下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第二个呢 就是前场节 就远射能力这些球员 要适度的前叉 在对方这种紧密防守的情况下 适当的用远射和造定位球 是球队 我觉得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点 看好延边这场比赛吧 主场保持不败 那么黑龙阳槟城 与这个大林英国的比赛呢 我们会单独啊 详细的做一些 可以这个赛前的分析 不管怎么讲吧 黑龙阳槟城啊 实力上肯定是不如大林英国 但是呢 这场比赛呢 我觉得段新 会有他更多的一些安排 对于中甲更为熟悉 尤其呢 对于大林英国 也这个不陌生的段新 还会像上两场比赛 面对强队一样 利用他这种糟烂的场地 和对方去弱国战 那大林英国需要做的是 没有系统备战的情况下 自己啊 主动的能够把这场比赛 打得紧起来 快起来 这个很重要 那么 卡兰加不能打 包括毛伟基 不能打的情况下 球队怎么去调度 是个关键 拿不下这场比赛 对于冲创来说 大林英国后续的这种赛程 更为的艰巨 青岛红石对 实际上功夫的这场比赛呢 我倒觉得 实际上功夫 别看一号老将 这个回到了这个 一个常规态 那球队的管理层 和这个教练组 做了重新调整 第一次啊 这个代理的时候 我就说流程啊 其实对球队最了解 也最适合这日球队 那打得呢 也相对比较简练 同时呢 能够调动起 这帮老将的积极性 其实就挺好 中间坏洋格维奇 球队呢 也是这个 就好了一阵 整个呢 又整个地下去了 那么现在来看呢 实际上功夫啊 我觉得流程 和这个汪松 张思鹏 这些老将 那记录管理层 记录教练组 然后呢 我觉得就需要 流程把大家团结起来 然后就共同决议 然后就把这个比赛 去研究明白 利用老将们 这种更好的 这种经验 去打比赛 第二个就是 用这个阿约维啊 和这个 梅西保利 怎么给串联起来 他们需要回撤 包括新年 这个 这个 埃里克斯 那么在中场 他们呢 需要后排插上 给这个 这种打法呢 这个比较的灵火 但是呢 就是持续性不够 而且对对方的 这种中场 拦截和这种 逼抢当中 显得这种思想 不够统一 所以说比赛呢 打的就是有点 这猫一阵 狗一阵啊 还是一个 不是很成熟的 球队的表现 这场比赛呢 双方我觉得 会这个 对攻起来 让这个 石家庄啊 利用他的经验 去冲击 轻到红尸主场 这个修整双时间 需要拿出一些 这种更强的气势来 这场比赛啊 这个会是一场 对攻战 也看好啊 石家庄 让用经验上面 在这场比赛当中 能够全身而退